城府大门被踢开时,大家正在看小园抓粥,粉雕玉琢的小姑娘在桌上爬,嘻嘻哈哈地丢了腌制水粉,抓着金蒜盘傻乐。 突然,有人一路横冲直撞,跪在我面前,献上一张沾写的帕子,扫扫,成叔眼疾手快地捞起小园,塞进我怀中,又挡在我面前,擅闯私宅,惊扰夫人。 打出去,来人眼眶通红,他不依不饶地用膝盖挪来我面前,扫扫,我今日来有事求你。 自你走后,兄长整日酗酒,朝也不上,家也不管,连绝也不好了。 他前些日子大病一场,整日咳嗽,总在喊娘亲,如今缠绵病他,眼看一日不如一日,求您再回去看他们一眼。 我看着跪在面前的少年,他替似横流,将我当作救命稻草,可当年和离分明也是他们最嫌恶我。 我向他摇头,沈英,回去吧,我已不是你嫂嫂了。 周岁燕突然被打断,在将小园抱回去时,连他也没了抓周的兴致,打着哈哈要娘亲抱。 于是,仓促散艳,我带着他回房哄睡,看着他躺在榻上,小小一个人,不过我手臂长,心中对他有无限爱怜。 不过,这样的爱怜曾经也付出给另一个孩子过。 那年,我还不足十五岁,大姐姐不愿嫁去侯府,在大婚前一日逃婚,这场婚事便由我一个庶女顶上。 她身量高,我却瘦小,宽大喜福里裹了一件又一件内长。 我坐在喜教里,掌心都是汗。 出嫁前,嫡母声色俱利,她说一笔写不出两个谢字,要我圆了谢家体面。 我心中惶惶,硬了。 他们都说,小小庶女捡便宜了,顶好的一门婚事被我占取。 真的是顶好的婚事吗? 我心跳如骨。 坐在喜房中,却如同上行场,脚步声越来越近。 我知道是沈舍来了。 盖头被猛地掀开,我抬头,看见沈舍眼中惊恶,而她嘴角的笑意一寸寸消失,最后抿成一条直线。 她才知道,被骗了。 可婚礼大成,目已成舟。 沈舍目光冰冷,连语气都毫无温度。 她捏着我下额,质问我,就这么想嫁来侯府。 谢家莫以为,随便塞个不三不四的人,我都能收下。 从前,我也是见过她的。 我借着拜访父亲的名义来找大姐姐,隔着很远痴痴地看向她。 我向沈舍解释,是大姐姐逃婚了。 可她一句也不听。 沈舍将未能取到心上人的怨气,一股脑地发泄在我身上,都是我下贱,使了手段,才让大姐姐离家。 我是罪魁祸首。 布伯哗啦被她撕碎,落了满地。 这一夜,她很凶地要我,冷冰冰地警告我,不过是替大姐姐守着侯夫人的位置,不要妄想真能当这个侯夫人。 只有大姐姐,才是她一中人。 我身弱力薄,无法反抗,流着泪过了新婚之夜,可正是这一夜,让我有了身孕。 曾经,我以为有了孩子,只要我侍奉温姑,造福弟妹,体贴夫君,就能看着绝儿长大。 她,是我在侯府的盼头,因为有她在,审舍冷眼,温姑挑剔都变得可以忍受。 毕竟我是庶女出身,却没有姨娘。 对谢家的记忆,永远是看着大姐姐在嫡母身旁撒娇,而我尖默地坐在角落里。 那时心中总是暗暗羡慕,如果我也有娘亲就好了。 这样日积月累的渴望,在生下审觉后,有了出口。 她也曾小小一个赖在我臂弯里,她学会喊的第一声,是娘亲。 她蹒跚学步,隔着垂花长廊,跌跌撞撞地冲进我怀里。 我以为能像天下所有娘亲那样,秀衣缝帕,洗手做羹汤,看她一日日长大。 看她考中功名,看她娶妻生子,可后来,大姐姐回来了。 她跪在父亲面前忏悔,当时年幼,不希望一辈子都被关在四方宅院,如今看过天地之大,她愿意回家在爹娘面前尽孝。 她来神府送了一卷经文,将军百战死,壮士十年归,她不求能和审舍地久天长,只求她平平安安。 那一日,审舍喝了许多酒,她深夜来我院中,忧深地眸看着我,而我在灯下未觉逢衣。 沈舍不说话,我亦没有开口,夫妻五载,她只会在淑解欲望时来找我,为了大姐姐,她不碰别的女人,却在榻上狠狠折腾我。 她总是蒙上我的眼睛,口中喊着大姐姐的名字,仿佛这样便能自欺欺人。 许久,沈舍终于开口,同我说了这夜唯一一句话。 阿福,该你见诺了。 见新婚那夜的承诺,替大姐姐守着侯夫人的位置,她来了,我就该退下了。 我从没答应过她什么。 替价是被嫡母塞进喜教的,原房也是沈舍为了泄愤。 我,只有菊儿。 她让我见诺,我又要如何做? 是自请下堂,还是等着沈舍修妻令曲,亦或是贬妻为妾。 我不得不早做打算。 这些年,我攒下一大笔金银。 若离开侯府,寻个江南小镇隐居,我亦能衣食无忧,却唯一放心不下绝。 生她时,我年纪尚小,连累她身子不足,春日临不得雨,夏日见不得风,忌口也颇多。 夏人们管不住她,许多事都是我亲力亲为,可觉儿一日日变了。 她讨厌在我身边习字,倒掉我熬给她的补汤,甚至开始淘雪。 绿春那日,下了好大的雨。 叔叔先生派人来问,小狮子今日可是身子不适,没来进学。 她哪里生了病?晨起,我还送她出了院子,可这么大的雨,她又去了哪里? 我心中焦急万分。 待找到觉儿时,她穿着缩衣,与大姐姐在湖边听雨捶吊。 觉儿,这么大的雨,淋了怕是要生病,等回府喝碗姜汤,快让娘亲擦擦。 我将觉儿拉进怀里,她却狠狠地扯开我的手,扔掉帕子,还用力踩了几脚。 不许你喊我觉儿,只有祖母,父亲,还有姨母,可以这么叫我。 你只能像他们一样。 沈觉手指扫过侍从们,一字一顿道,喊我世子。 那一顺,我怀疑我听错了,正正地看着小少年,你说什么? 我看觉儿一日日长大。 从前,哭着喊着要娘亲抱的孩子,渐渐也学会了她父亲的冷言冷语。 她仰着下巴看我,祖母都说了, 我的母亲和该是世家嫡女,像你这种纠战雀巢的剑壁,不配做我母亲。 怀胎十月,一朝分娩,可我的孩子却说,我不配当她的母亲。 重重的一巴掌落在觉儿脸上,大姐姐后知后觉地拦下我。 她将觉儿抱在怀里,指责我,她才四岁,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。 非要动手不成,你有怨气,朝我撒便是。 可有真正将她当成亲生孩儿心疼。 觉儿扑进大姐姐怀里放声大哭, 姨母,我不要她当娘亲,我只要姨母。 大姐姐哄她,乖啊,姨母永远陪着你。 爹爹也只要姨母,她书房里全是姨母画像,她一直在等您。 觉儿只任您当娘亲,我愣在原地, 似有什么东西,再一点点地土崩瓦解。 原来,我做什么都没用啊。 父母,夫君,孩子都只要大姐姐, 这样的侯府,又有什么留下的必要呢? 于是我与沈舍提了和礼。 这是我头一回,主动找她。 飘摇烛火里,沈舍面无表情, 只是定定地看着我,扮上勾起唇角。 侯府与你金尊玉贵的日子, 让你衣食无忧,和礼。 她冷笑,阿福,你会后悔的。 没有什么可后悔的,我已经一无所有了,又有什么可以失去。 我又向她重复了一遍,请她签下和礼书。 阿福,不悔。 成书进屋时,捏手捏脚的。 她把小园抱给儒母,又打了一盆热水为我按脚。 伴赏突然问道,想回京看看吗? 正好外祖母来信,说想我们了,若要回京,我随你一道。 我故意问她,你醋了。 成书弯了弯唇,阿福,我自然也是会醋的。 你若孤身回去,我怕他们伤害你,也怕你不会回来。 她总是这样温柔。 我是来金陵第二年认识她的,那日大雨,她没有带伞,来我廊下避雨。 可天快黑了,雨也突未停。 我借了拔伞给她,她又来还伞,一来二去便知晓她是长公主的外孙,不喜京城气候,常年定居金陵。 她知晓我全部经历,还是义无反顾地求取我,哪怕三年考验,亦是真心不改。 所以,我选择再给人生一个机会,嫁给她,生下小缘。 我握住成书的手,我才不回。 沈樱高看我了,他们父子厌我入骨。 将我是做人生污点,又怎会想看见我? 成书用力反握。 阿福,是他们有眼无珠,你莫要伤怀。 爱你者,是你如命。 我看着成书,她目光温和又坚定,在她眼中,能看见很小很小的我。 心中突然柔软。 我低头吻上她唇,用力抱紧她,侍女却急匆匆来禀报。 夫人,门外有小公子求见。 她说,她叫沈爵。 我没想过去见沈爵,便是她重病在身,也有侯府老夫人担忧,有她选择的娘亲照顾,如何轮到我。 我吩咐侍女,让人给沈樱报个信,再替我传句话,便说,更深路重,请小世子早日归京。 这一夜,我躺在成书壁弯,隐约做了很不好的梦,梦里我仍在侯府,日日受弯心之苦。 醒来时,天光大亮,成书已将小圆抱了过来,小声与她嘀嘀咕咕着。 小姑娘眼珠子滴溜滴溜地转,见我醒来,啊啊啊地叫了起来。 娘亲,亲,我起身,成书则把小圆放在我身侧,凑过脸去,小姑娘用脸颊蹭蹭我。 口水蹭了我一脸,耳后唧唧鼓咕地笑,出去,玩。 她正是好奇的年纪,天天想着出去玩,可对着她一张笑脸,我什么拒绝的话都无法说出。 推开府门时,轻顶马车拦着路,我微微醋眉,车帘被掀开,探出一张苍白小脸。 与她父亲一般心冷薄情的面容,却生着与我一样的美人间。 她看见我,眼睛一亮,跳下马车,便朝我跑来,苍白脸颊上犯着病态的红,她大口喘气,娘亲。 我往后退了半步,退到成书身后,天头看她扑了个空。 世子,您认错人了。 同沈爵微微一笑,我看向怀中小圆,我只有一个女儿,不曾有其他孩。 那瞬间,沈爵身子晃了晃,九岁的小郎君还不能藏住情绪,她神色变幻莫测,不死心地上前。 娘亲,这是妹妹吗?让我看看吧。 小圆哇哇哇地叫,她还不能理解大人的爱恨情仇,只知晓天很蓝,花很香。 她催着我们走。 世子,师陪,我客气地捅沈爵行礼,抱着小圆上了乘服马车。 上车之际,她腰间的小香囊却突然坠地,在地上滚了一圈,滚到了沈爵面前。 小圆着急地指着香囊,我捏了捏她脸颊,知道了,让人给你找回来。 我们小圆最喜欢这只了,侍从上前去捡香囊,可沈爵快她一步。 高高在上的侯府狮子,什么稀释珍宝没见过,却小心翼翼地捧起香囊。 小郎君久久不起,肩膀颤颤。 狮子,沈爵声音沙哑暴力,打断了侍从的话,这是我娘亲给我的香囊。 谁敢抢? 打死勿论。 这样的香囊,我曾给沈爵绣过许多,驱虫的,安神的。 她原先很喜欢,后来见惯了金银玉石,便嫌我为她准备的东西拿不出手,偷偷烧掉了我绣的许多鞋袜。 如今她长在侯府,养出了这样暴力的性子,终于长成了她父亲的模样。 我突然觉得没意思极了,算了,不过一个香囊。 我叫回侍从,又来哄小圆,这个脏了,咱们不要了,娘亲给你秀了许多呢。 小圆不一,黑油油的眼珠子盯着我。 成书扶娥轻笑,借下腰间的玉佩给小圆玩,好姑娘,给爹爹个面子。 小姑娘想了想,伸出手。 她接过玉佩,冲着成书咯咯地笑。 这一日山花灿烂,我们在七霞寺待了大半日。 赏了山花,吃了素斋,为小圆求了一枚平安符。 回府时,门外清顶马车仍在。 沈爵看到我回来,拦下马车。 娘亲,我。 她话未说完,便晕倒在我面前。 沈英着急地将她抱在怀里,扫扫。 菊儿先前变生了病,如今偷偷随我而来,更是耗了心力,可否让她在府上歇歇。 怕我不同意,她补充道。 客栈人多眼杂,不便养病,待菊儿病好我便带她回去。 这一回,我没有直接拒绝,我要与我夫君商量。 我歪头看向成书,他也在看我。 府中空愿许多,让人领了对牌,将大夫请来吧,成书微微一笑。 阿福,这孩子睡着时,有些像你,让人无论如何都很不下心去。 沈爵被安排在了西侧院。 大夫说他本就体弱,这些年思虑过重,耗费心神,骨子里有些虚。 但心病得心要医,吃几副药,医得了身子,却解不开心结。 我坐在沈爵踏边,小郎君睫毛颤颤,听见脚步升起,屋里在无说话声时,才睁开眼。 娘亲,菊儿一直在等你回家,可是总也等不到你,你连梦里都不曾来过。 娘亲,我好想你,我探出手去,没有将她抱进怀里,而是将她推得更远些。 沈爵眼眶通红,她小心翼翼地伸手勾住我的衣摆。 娘亲,菊儿知错了,你可以原谅我吗?和我回家,好不好? 我与沈爵之间,不存在原谅与否。 对她,我从不曾怨对。 后来我也想过许多,四五岁的人,又是从哪里学来这些? 耳濡目染罢了。 世子怕是烧昏了头,我有夫有女,金灵城府就是我的家。 我起身欲走,沈爵却不肯松手。 娘亲,再突陪我一会儿吧。 我给你背书听好不好。 夫子都说我学得又快又好,连出于泥而不染。 从前,我喜欢听她背书。 每每背下一篇,便将她搂进怀里,爱连地抱住她, 告诉她,她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孩子, 知道很多娘亲都不知道的。 可是后来,她总是逃学,背书时也越发敷衍。 她捅我顶嘴,我生来就是世子,学这些有什么用? 姨母说了,哪怕我什么都不学,也有偌大侯府继承。 于是,我打断了她,夜深了,世子好好休息,往后莫要叫我娘亲。 许多年前,我便与你没有瓜葛了。 我起身离去,隐约听到屋中此斩碎地的清脆声响,夹杂着小郎君怨恨又痛苦的大叫。 便是曾为母子又如何? 伤透的心,又要怎么心无芥蒂地地拼凑起来? 毁知,碗蚁,沈爵病得不重。 至少并不是沈英所说的身子不行了,吃下急铁药后,人好了许多。 我让沈英派人来接她。 但沈爵不肯走,她大哭大闹,到底要怎么样,才能和娘亲在一起。 是不是我要死了,你才能看我一眼? 她握住摔碎的瓷片。 掌心浸出血痕,血株一滴滴地落在地上,会成一滩。 我冷眼看她,僭越地同她开了口。 世子,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事都能如你心意。 多年前,我与侯爷合理,你摆脱了身份低贱的母亲,已然得偿所愿。 眼下做什么都是无用功。 沈爵呆呆地看着我,连手上力气都放松了。 再无转环,再无转环。 我亲自送她出府,但沈家马车上下来接她的,却是沈舍。 从看到沈舍那一瞬起,沈爵便浑身僵硬,再也不肯向前一步。 小郎君倔强地咬牙同她父亲对视,直到沈舍开口,滚过来。 沈爵不肯上前,她愿憎地看着来人,我不要和你走,不要回侯府。 那里没有娘亲,我要和娘亲在一起。 我没兴趣家在她二人中间,把沈爵送上马车后,转身回府。 沈舍却开口喊住我, 阿福,多年未见,如今你竟一句话也不肯与我说吗? 我转身,仰头看她。 侯爷,我与你没什么可说的。 她声音沉沉,没话找话,夫妻多年,你不必与我这样生分。 生分吗? 与沈舍成婚的那五年里,我们虽有夫妻之时,却无半点夫妻情分。 每每见她,除了问候一声侯爷,便在吴旁的话。 料想她如今娶了大姐姐,要来我面前彰显一番。 于是我开口,那便祝姐夫与大姐姐,夫妻情深,情投意合, 艳履应酬,永不分离。 沈舍面色清白。 姐夫,阿福,我从不曾娶你大姐姐,侯夫人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人。 好似也不是很意外。 沈舍口中对大姐姐情深似海,却像畜生一样匍匐在我身上时, 我便知晓。 这个男人没有心。 所谓情深,不过是他演给自己看的。 侯爷,这些家事不必说与我听。 家中智儿嗷嗷待哺,不与侯爷闲话了。 我提群快走。 沈舍却从马车上跳下,几步捉住我手腕。 孩子? 阿福,不过五年,你又成婚有了孩子,他牙根咬得很紧, 胸膛剧烈起伏着,他像是下了很艰难的决定,我可以不计前嫌。 你与他合理,侯府依旧愿意迎你回去。 包括那个孩子。 侯爷说笑了。 成叔不知道何时出现,捏住沈舍手腕,将我解救出来。 他牵着我的手,与我食指相扣。 阿福自由我来爱众。 我竟不知,我的妻女何时由的旁人挑三拣四,不计前嫌。 沈舍额头抱起青筋,妻女。 成世子,长公主外孙也有捡旁人玩烂了的破鞋的爱好。 我用过的女人,以你的身板,想来很难尝出滋味。 我气得当即就要找到,恨不能捅进沈舍腹中,将他五脏六腑搅得稀巴烂,再拿去喂狗。 可成叔拦住了我。 阿福,没必要与不长眼的疯狗置气,小元怕是醒了,要找娘亲。 你先回去看看。 我被成叔支回了府,并不知晓两个男人当面对峙,也并不知晓成叔拳脚功夫极好。 他三两拳将沈舍打倒在地,语气凌厉。 沈侯爷,你错将榆木荡成珍珠,丢掉珍宝,便不要怪旁人将它拾起,真之重之。 沈舍鼻青脸肿,成叔,你又与我有多大区别? 大家都是男人,你如今护他,又有何用? 他到底是二嫁之身,闲言碎语,你会同我一般,对他弃之如弊。 成叔收手起身,他被守而立,居高临下地看着沈舍,不劳侯爷操心。 我欺谢氏阿福,是我上奏祖宗,中开大门迎娶回家的。 我遵他,敬他,爱他,旁人如何敬我,便得如何敬他。 除了你,不会有人闲言碎语。 有也不怕,我自会出手收拾。 便如此刻,成叔回来时,小圆刚醒。 我在小厨房里给他们熬梨汤,到了换季之时,他们妇女都有些渴。 阿福 成叔抱着女儿,依靠在门边,手中摇着波浪鼓,问我,你知道何为夫妻吗? 我答,生同青,死同学。 他没有说对,也没有说不对,而是给了我另一个答案。 妻者,其也,言语浮其体,上下之通称,故曰邦君之妻也。 小厨房中,挑荡着梨香。 我呃了一声,没当一回事,于是听见了很轻的一声,得知我姓。 心脏被狠狠地一撞,我猛地回头看他,成叔笑盈盈地教小圆说话。 爹爹,娘亲,小圆。 家人,是家人。 所以风雨来袭,化身盔甲,为你披肩直锐。 原以为,沈舍是来带人回京的。 万万没想到,他在城府不远处买下了一处宅子,打发了沈英回去。 而他带着沈爵似要常住。 于是,每日出门采买,看铺子,带小圆出去玩,总会碰到沈爵。 他也不多说什么,只是远远地跟着,在我给小圆买唐人,打金锁时,很不甘心地看着我们,继而买下与小圆一样的东西。 金铺里,我回头看他。 沈爵也看我,他声音委屈。 我记得小时候,每年生辰,你都会给我送一把金锁。 是了。 可是给侯府小世子送礼的实在太多,小小金锁淹没其中,连他也不知扔到何处。 他常年带着老夫人刺的金像圈,看到金锁时,扁扁嘴,又是金锁。 祖母果然没说错,娘亲小家子气得厉害,根本拿不出手。 我当时被气哭,与他说了好一番道理,他却没听进去。 如今,他可怜巴巴地追在我身后,笨拙地讨好我,想要挽回我。 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,只觉得烦。 我替他买下了这把金锁,下月便是你生辰了,全当你今年的生辰礼。 沈爵眼中绽放出惊喜。 娘亲,世子,你这个年纪的小郎君,该好好回京跟着先生读书,我平静地向他开口。 而且,你对我并非只是愧疚,思念,你只是不甘,不甘当年对你千一百顺的娘亲,真的一走了之,再未回头。 沈爵唇色发白,一直在抖。 他辩驳,当年是我不懂事,许多话都是听父亲与祖母说的,我并不是那样想的。 可他们并没有说错,从始至终,我都是上部的台面的谢府庶女,让你在同伴里丢尽了脸。 若我还留在京东,像从前一样管教沈爵,将一颗心掏给她,她依旧会嫌弃我。 甚至恨我更甚,她见识过更多铜窗,他们的母亲端庄大方,名下有铺子,手中有人脉,可以为孩子铺路。 而我什么都没有。 我将金锁交到沈爵手中,摸了摸她发顶。 回去吧。 沈爵自小便倔,长大了也是一分未改,仿佛笃定了只要像牛皮糖一样跟着我,就能等到我回心转意。 成书反倒给她下了拜帖,在府中设下宴席,请她赴宴。 阿福,赌不如书。 子女父母本就血脉相连,她思念你,会悔恨也是常理,就当作寻常亲戚。 偶尔走动便是,她总有许多大道理,温温和和地同人讲,让人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。 我巴搭一口,亲在成书脸颊,都听你的。 宴席设在了沈爵生辰那日,她换了身促心衣裳,头发梳得十分奇整,明明是自己过生,却准备了许多鹤里。 给成书带了古画,给小园带了一只亲手磕的泥娃娃,给我带了一包桂花糖。 这是我特意让人做的,娘亲你尝尝,沈爵目光昔尽,我顺着她心意咬下一口。 很甜,甜到口中发苦,反而有些腻。 从前日子过得很苦,便在口中含一块桂花糖。 好似含着也能让日子甜一些。 我失笑摇头,人老了,口味也会变的,我已经不喜欢桂花糖了。 沈爵眨了眨眼,眼中空洞洞的,泪水溢出,而她别过脸擦掉,又仰起笑脸。 这顿宴,味同嚼辣,两个孩子用完饭,都有些犯困,便让下人们安排他们前去休憩。 我如常回到房中,却觉心中不安,连忙赶去小园那儿,她的如母不知所终,而沈爵就站在塔边,她拿起了一只枕头。 我心提到嗓子眼,张嘴便要质问沈爵到底要做什么。 可成叔捂住了我的嘴,她巧声道,再看看。 沈爵捏着枕头,但小园大声哭了起来。 小郎君似时突然惊醒,她丢开枕头,笨拙地拍着小姑娘,别哭了,别哭了,妹妹,我是哥哥。 哥,哥。 小园挥开她的手,仍旧哭好。 我来吧。 我走进屋,将小园抱起摇了摇,哼了几句不成调的曲子。 她终于安静下来。 在回头看沈爵时,她泪流满面,突然跪在我面前。 她面无血色。 娘亲,你都看见了吗? 父亲和我说,只要闷死妹妹,你就只有我一个孩子,就会和我们一起回京。 是我鬼迷心窍。 对您不起,可今日你没有下手,仍是好孩子,我将沈爵扶起,过了生辰,又长一岁。 和我曾经幻想过的一样,沈爵在我手下颤抖,她气不成声,替似横流。 娘亲,我太害怕了。 我害怕回到那里,那没有你,不是我的家,我害怕永远也见不到你。 娘亲,娘亲,不要再丢下我了,好不好。 我试图拼凑她这些年在侯府的日子,却想到了在谢府当庶女的那些年。 再多硬话,也没有说出口。 我拿出帕子,为她示泪。 我送你回去,刚好有些话要同侯爷说。 沈舍等在城府门前。 该与沈舍说的话,其实已经说尽了,如今在看见她,心中只有厌恶。 侯爷应当知晓,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。 沈爵牵着我的衣摆,不肯松手。 一看便知失败。 沈舍冷冷地瞥她一眼,骂她,废物。 我心中怒火蹭蹭蹭地涨,若今日成书与我放松警惕,若沈爵未曾迷途之返,小圆便会丧命。 冲上前,一巴掌落在她脸上。 沈舍,你以为你很有本事吗? 你不过也只是一个懦夫。 你说什么,她勃然大怒。 当年,你明明可以放走我,将大姐姐寻回,却打着真爱她的名字,搓磨我。 你不过是胆小懦弱地不敢面对,她宁愿和人私奔,也不愿嫁你的事实。 自他们来后,成书帮我打听过京都的事。 其实,侯府与谢家后来也亦过亲。 直到两家和耕铁时,大姐姐突然被齐儿拦住,那齐儿生得与大姐姐有七分相,张口便喊她娘亲。 她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,逃了侯府婚并不是想看天地之大,而是看上了身无分文的琴师,与她私奔。 这几年,她们四处漂泊,甚至生下一个儿子。 可金银挥霍一空,大姐姐没法忍受苦日子,便抛夫妻子,连夜回到京中。 这门婚事自然中断。 审舍这些年,颓唐无比,却在暗中派人打听我的消息。 又有什么好打听的? 侯府对我而言,据是噩梦。 审舍狠狠地磨后牙槽,她往后跌了一步,满面颓唐。 阿福,若我说我早就离不开你了呢? 我来这,也是为了你。 她说夫妻五年,对我不是没有过心动,可新婚夜历历在目,被欺瞒替嫁,又要如何咽下这口气? 审舍猴杰快速滚动,若你回头,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 我笑了,向男人死性不改,自以为是,永远以为他低下头,旁人都得听之认之。 侯爷,你若真为了我,便该将心比心,不让我为难。 你留在这,不过是为了你一己私欲。 我夫君已经去信长公主殿下,沈家不日便会来人接你们。 往后,别再相见了。 沈家人走得静悄悄的,成书开门时,发现留在门口一支很大的包裹,才明白应当是沈爵送来的。 满满当当的。 他这些年的字帖,诗集,玩偶。 或许这些都是他偷偷跟着叔父来找我时,想带给我看的,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 成书问我,他往后还会来吗? 应当不会了。 我的人生,自十五岁那年起,像是陷入了停滞,空涨年岁,旁的什么都没变,直到定居金陵。 这些年,我嫁人,生子,开了生丝铺子,又收留了许多绣娘,每一天都有新盼头。 他们却现在了过去。 我握住成书的手,对小元摇着波浪鼓。 小元啊,你也要记住,人生总有不如意,但只要一直往前走,总能走出泥泞。 往后,止于很好的一生。 番外,沈爵。 沈爵有个秘密。 每年生辰前后,他都会独自来到金陵,为自己买一只金锁,吃一碗长寿面,在望月楼天字二号房做一整天。 这些年,他身子时好时坏,有时候觉得自己要撑不下去了,又想要撑下去。 离下次生辰只差几个月了,届时他坐在那间房中。 刚好可以看到城府,摸摸们几时出来采买,娘亲几时出门看铺子,妹妹几时散学回家。 沈爵看着他们,就像他也生活在其中一样,他不敢去见娘亲。 他这个人,说话都很温和,哪怕九岁那年他纠缠数月之久,也没劈头盖脸地骂过他。 但做事却很利落,沈爵真怕惹急了,他带着夫君,女儿再搬一回家,又要数年见不着了。 只一回,他没忍住,出现在了小园面前,他才刚散学,同侍女闹着要买糖葫芦吃,侍女面色为难。 于是,沈爵出现了,他就蹲在她面前,昔日墙堡里的小姑娘已经长大许多,和她生得并不像。 小园,更像娘亲一些,大哥哥,我不能收你的糖葫芦,小园痛心疾首地拒绝了沈爵的好意。 娘亲不让的,沈爵说,那就不告诉娘亲,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,好不好。 小园还是摇头了,临走前。 沈爵嗓子痒痒的,突然喊住他,你,能不能喊我一声哥哥? 哥哥。 他生在金陵,长在金陵,说话也是软软绵绵,咬字轻缓,尾音微沟。 沈爵愣在原地,他忍不住想假若这个妹妹,与他生在一家,长在京都,应不是这样的性子。 他会如何呢? 大抵一散学就要跳到兄长背上,犯错了找兄长背锅,喜欢什么都能央兄长寻到。 他低声应着,妹妹,哥哥,你好奇怪啊,怎么哭了呢? 他掏出小帕子,这么大的人了,羞羞脸。 沈爵钻紧帕子,看小园仰头和侍女说话,蹦蹦跳跳地回家,而他则回到京都,回到黑漆漆,不见天日的侯府。 府中,老夫人苦口婆心地与父亲劝道, 你也老大不小了,整天抱着酒坛子,过算怎么回事。 京中这般多贵女都不喜欢,实在不行,就把谢氏找回来。 他离了侯府,定然落魄,但凡你开口,没有不回的道理。 沈爵替父亲开口,祖母,不必。 没有侯府打搅,我母亲活得很好,您便是带上侯府一百余人三桂九寇,也迎不回她,莫要做梦了。 祖母气得心口疼,你拧你了半天,就是因为有那样的见种娘亲,才生出你这等不孝子。 母亲,够了,沈爵终于开口。 他与沈爵一道,离了寿安堂,又去见他了,沈舍面路讥讽,若非你当年心慈手软,留下那孩子,如今也不必奔赴千里,偷摸看他一眼。 沈爵冷笑,若父亲当年带娘亲好些,他也不会决然与您合理。 不过,您这种人,还是离了得好。 如今他终于长大,见过小圆的模样,才明白娘亲如今应当过得很好。 父母恩爱,祖母慈爱,小圆才不会像他幼时那样,心中虚荣,嫌恶母亲。 终究是,往事已成空,还如一梦中。 一梦中,还如一梦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